Hello大家好 我是慕卜斯 上一期的G1 我们看完了USB4的数据还是挺好的 连接稳定性能释放也很强 但是毕竟是USB4 很好还是比较大的 在上一代的Mac 2中 很多大老玩家们做出来了 经过Mac 2223连接口转接Oaklink Oaklink连接器是一种特别的连接器 即Optical Copperlink 归于PCIe接口的一种 可用于主板上接PCIe版卡 或比一本电脑外接独立显卡使用等 这个接口带来的好处就是带宽更高 损耗更小 Oaklink的接口处是有卡扣结构的 在我们想要拔下来的时候 按住接口的按钮才可以取下 这样的好处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不会因为数据线拖出导致中段连接 G1附带的Oaklink线大约有104公分 也能满足我们手持的需求 我将测试结果告知给你们测试不易 还请点赞关注一下 谢谢各位 在G1的USB4测试中 带宽只能跑出3000兆左右的数据 而Oaklink下连接就能跑出6000多兆的数据 实际的表现到底如何 跟着我赶紧来看看吧 测试数据基于本人实测 受驱动版本机器固件等 不可预知不可干预的因素 只确保本人数据正式所测 首先是跑分数据 在3DMark TS的跑分测试成绩中 可以看到Oaklink在接入后是有明显提升的 在连接外屏的时候 这个成绩已经是持平其他搭载 7600MXT笔记本的TS分数了 跟4060移动端的分数也相差不是很大 再看一下鲁大师 在鲁大师中的提升也基本跟TS差不多 大约都是有10%左右的提升 实际应用到游戏里又是怎样的表现 测试了内外屏3A基准和网游测试 在3A Max2内屏1600P的情况下 提升基本也是在10%到20%之间 但是地平线5不一样 我们之前说过在测试地平线5基准的时候 使用USB4会出现点驱动的bug 在Oaklink下也出现了一点bug 在启动游戏基准测试的时候 会会平一段时间游戏并没有卡死 我合理怀疑正在优化 因为过了一段时间 它会自己开始进转测试 测试后得出的数据也是相当亮眼 能有接近50%的提升 这使我更加确定AMD的驱动还是有点问题的 在外界显示器的情况下 依然是如此的表现 就不再过多赘述了 然后是网游部分 网游的数据是用AMD驱动的数据 跟踪记录的 采取的平均值 在永结无键中内屏的数据比较低 我感觉永结无键对英伟达会友好一些 打开登录界面就有一个英伟达的标志吗 这个帧数是将光照开到最高 我将光照开到低的时候 帧数还可以上升10到20帧 除了APEX和CSGO的提升比较大 其他的帧数差距也就10%到20%之间 连接外屏帧数进一步提高 永结无键还是那个样子 UPG三极致设置下平均帧能达到144帧 这已经是帧电竞帧数了 预设在超高的时候 USB4和奥克林克外接基本没有两样 APEX的奥克林克外接帧数 其实不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这款游戏的帧数上限就是144帧 我感觉平均帧是可以更高一些的 提到APEX还有一个事情想要提一下 在奥克林克连接的情况下 Low帧相对稳定一些 在USB4下的连接的情况 Low帧会有比较低 还有帧生成会卡顿一下的这两种情况 其他游戏并没有发现 数据基本就是这样的 奥克林克的加入 是使得G1的运行更加稳定 传输能力更强 帧数也会有提升 奥克林克目前只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无法提供供电和进行其他数据的扩展 比如外接的USB-A之类的不能进行数据传输 但也是得益于 奥克林克的稳定连接和传输能力更强 我们也可以将G1和设备 仅使用E根线进行连接 我们将机器的TDP设置为15瓦 将锂屏关闭 我们再看看游戏的帧数会有什么变化吧 我测试了一下低频线5600p内屏 高和超高预设 实际上帧数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将机器的TDP设置的低一些 既可以保证机器运行不受影响 还可以将续航收益最大化 这个玩法是非常适合我们接下来的GPD问迷你的 那台机器的TDP出厂设置比较低 在脱离G1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迷你游玩小游戏 接入G1之后玩3A之类的游戏 在这个TDP设置下 并不会有太多的性能影响 所以说为什么如此期待迷你 也是有这一层的原因 在USB4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这样游玩的 另外在我测试图中发现 我们将USB4和Oklink同时接入设备的时候 我们的G1的发热明显是要比 但USB4的情况下还会更好的 通过热成像可以看出温度会更低一点 拖到最后 感觉这样的一个设备也是挺有趣的 桌面摆放这样一个设备 也不会占掉太多空间 将它跟我们手中的设备连接 既可以充电又可以提升性能 定制线材也照顾到了需要手持的玩家 还是挺佩服GPD喜欢做吃螃蟹的人 我们玩了这么多年的手持温度次的设备 我从16年开始玩 一直都是以低性能为主 玩一些他能玩的游戏 能玩的爽的游戏 有了G1之后 我就可以在G1的连接范围内 以高性能游玩3A大作 还是很舒服的 毕竟是这么小的设备对吧 想要堆进去更高的性能还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G1并不是只支持自家的设备 经过内测群的测试 其他几家玩掌机 还有一些轻薄本 都是可以顺利通过USB4进行连接的 毕竟目前有自在Oklink的接口的玩掌机 只有GPD有 为什么说我非常喜欢GPD呢 接触的越多 越觉得即使是如此小众的市场 依然会有人在负重前行 推动着行业在发展 虽然也会有点小差错 但是售户服务又做得如此到位 甚至比各类笔记本大厂售后的政策都要宽松 这也算是一份诚意吧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给我关注三连鼓励一下 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这里是穆布斯 我们下期再见